我是阿關 公文什麼事 投資大小事 公文什麼事 理財新趨勢 在今天的臺股 我們帶你來關心的是指數 在今天是大漲了一百一十三點 收在一萬六千九百二十點 特別是在今天成交量爆出大量 在今天成交量三千九百四十九億 為什麼爆出大量呢 公眾朋友在畫面上可以看到 最後一盤 最後五分鐘 因為負時指數0050 0056的季度調整生效 所以最後一盤爆出了九百七十六億 五分鐘就爆出九百多億的大量 而且拉抬了七十四點 不過在今天收周線 我們來看周線 周線在這個禮拜表現不錯 上漲了三百四十四點 不過我們也來看到 在今天盤面上 大家最關注的仍然是安謀的IPO 這是全世界大家都在看 那麼在第一天 一掛牌就大漲二十五Percent 讓聯發科在今天股價創下三個月新高 不過巴拿馬運河又傳出壞消息了 又塞港了 那麼又因為乾旱水位降低 但對航運而言反倒是理多 所以這間長榮拉出長紅 而且創下出席後的新高 這間航運股多檔公道漲停板 不過光通訊竟然一日行情 在今天華星光開盤就殺到了跌停板 我們稍後來做解讀 剛剛為您介紹了節目現場的來賓 邀請到財經系教授 段昌文 段老師 阿關好 大家好 以及金融平均習會理事長林昌新 阿關好 大家好 邀請到財經專家張振偉 阿關好 大家好 歐某頭部總監蔡明璋 大家好 財經專家 賴先生 憲哥 大家好 今天開始 當然要來談安謀 這是全世界資本市場的大事件 特別對孫正義而言 他的豪賭在今天大翻身 所以我們來看到安謀 第一天IPO就大漲25% 事實超過了650億美元 剛剛談到了孫正義 軟銀大賺一筆 蔡總 這個重量級科技股的IPO 絕對是溫度計 那安謀的話 昨天IPO第一天就大漲了25% 他這個IPO的定價是50億美元 收盤是63美元 市值超過650億美元 那安謀的話 哇 這個重量級一出來 所有的這個科技的大咖 正向入股 回答蘋果 三星 英特爾到我們台積電 台積電有入股 對 通通入股 台積電是1億美金 據說呢 他這次IPO的熱度比特斯拉還熱啊 對啊 超而認過10倍 10倍耶 對 就是2021年那個電動車 River之後最重量級最轟動的IPO 不過我們講一下花哥也入股 來 聯發科也入股 聯發科以每股五十一美元 總計兩千五百萬美金 新台幣七點九八億 也投資了安謀 所以我們台灣包括聯發科 台積電都投資了 對 聯發科光一天二十五趴 就已經賺了台幣兩億了 那其實聯發科跟安謀合作非常多年 像現在5G當中 聯發科這個九千的這個系列 基本上都是在這個 安謀的這個架構當中 那但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大家想說 哇 那這個安謀 這個這樣是花了 其實他過去很曲折 這一條路走的 其實IPO很坎坷 很辛苦 很辛苦 孫正宜的算盤本來打得很好 2016他就花了三百二十一美金 把安謀買下來 他說這個公司我欣賞了十多年以來 我覺得很好的公司 上CG 但是2019年他的軟銀的願景基金 去投資 踩得踩很多 Uber WeWork 共同工作的租房子 那個都不好 第三季就虧了六十四億美金 這是對軟銀是一個很沉重的打擊 所以這時候 斷尾求生 沒辦法 我必須把安謀拿出來 本來弄一弄 爭得漂亮 要廟銀的這個回答 但是美國的監理機構說 不行 你這個壟斷 所以又不行 所以人的 你看從2016到現在 2023才怎麼樣 IPO 這中間經過七年 七年不要利息 那中間有一個重大的事件是 他本來要讓NVIDIA收購 對不對 對啊 不行 你壟斷 但是全世界都反對 不是主管機關 政府反對 連客戶都反對 客戶也說 你從這裡 你回答 你再把這個案拿下來 拜文就給你移起移求 你要把收全力金要調多少 我們就這個來通 所以因為這一起併購案的破局 還讓孫正義 以兩倍的價錢 把過去賣給阿布達比基金 賣給沙烏地阿拉伯那些持股 又再買回來了 那麼回頭來看 他現在終於IPO成功了 不過孫正義自己也講 他說他的願景基金 因為踩到太多雷了 所以現在獲利不好 現在獲利減半 他說未來能夠翻身 除了阿姆之外 關鍵在AI 沒錯 現在這個孫正義 非常看好AI的運用 那AI運用 我們知道阿姆是什麼樣的意思 我們觀眾不太了解 這個安某是什麼意思 以智慧使用手機的話 大概所有的架構 都是這個百分之九一九 都是安某 所以你要在這個手機裡面 開發晶片 開發程式 開發軟體的話 更不用講 以後我們跨境AI 通通要怎麼樣 要經過安某路 留下買入財 全部要交給 你要全力金嘛 所以安某就收這個全力金 所以這個孫正義說 以後進入了AI時代 他現在願景基金 投資五百家的 這個新創公司 幾乎都是AI 所以他很這個看好AI 對 但是現在這一季 因為手機市場還是不好 你知道這個安某 上一季 獲利金收得比較少 獲利減了五成 只有收全力金 收了一億美金 他手機不好 他就不好 所以他就要等這個情況 但是我們知道孫正義是日本 日本現在AI的應用 你都想不到 因為日本是全球高齡化的社會 所以老實講 他缺工缺得很厲害 你看他餐飲業缺人 他來一個什麼東西 機器人擺盤 叫Foodly擺盤 這個盤子裡面擺番茄 擺漢堡牌 擺白白 甚至可以做Sushi 這樣厲害嗎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畫面上這是機器人 對啊 這個叫Foodly 這個機器人 還有我們知道 我們去日本 最喜歡吃張宜燒 對不對 張宜燒 專門獲張宜燒的機器人 而且他用AI的圖像判別 這麼多的張宜燒裡面 哪一個做得不好 有瑕疵 或者不夠 他馬上可以找出來 好 那聽起來按摩 成功IPO之後 似乎一切都要癖疾太來了 真的如此嗎 那可不一定 我們回到新聞 因為很多研究機構 以及專家也談到 他說安某看起來是光鮮亮麗 因為成功IPO了嘛 而且大漲25% 但他最大的隱患在中國 他說中國是他最大的隱患 為什麼 這一次他的這個公開募股書裡面 有三千五百次 他講一個利空 就安某講得這麼好 百分之九九都好 只有一%不好 就是中國市場的問題 為什麼 那時候 這個美中的這個貿易戰的時候 美國就說 還是你用到啊 這個美國的這個技術 全部啊 不得啊 輸往這個中國 這包括了安某 現在的規定是這樣 安某高階的技術 高階的晶片 不能出到中國 所以呢 現在安某還是有一家公司啊 叫安某中國 但是他是一個獨立公司 你不要看獨立公司 我告訴你 他佔整個安某的營收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所以中國還是安某很重要的一個市場 要怎麼辦 現在很怕啊 到時候你這個IPO太轟動了 又被拜登給定上了 來 全部啊 禁止啊 輸往這個中國 那中國也緊張啊 所以他就開花了一個Risk-Fight的這個 這個處理器嘛 這樣的一個情況是來的 所以你說安某有沒有風險 有中國的風險 好 我們回來看 那麼相關的安某概念股怎麼看呢 對 我告訴你 今天喔 盤面喔 連那個台積電大家不要算以外 兩檔股票 重出江湖 一個航海王 等下蒼新會講 另外一個花哥 發哥 今天大漲4% 大家直接覺得說 那就是安某的帶動 不會啦 他一天喔 投資8億啊 賺了那個價差2億 不是重點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發哥的英雄本色 好不好 你看這個拉起來多漂亮 對 這是大牛股耶 而且尾盤呢 來我們來看尾盤 最後五分鐘也急啦 當然有可能跟0050 0056有關 但是在街走勢非常漂亮 花哥是台股第三大全值股 不是一般的股票 我們看K線 因為這個地方他出息76塊 有一個缺口 今天這一根沖上來 要補這個缺口 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們看一張表 告訴你真正的問題 而且選股要進入了這個階段 這是第二季 全球的這個Smartphone的一個排名 三星一直排到華為 這是第二季對不對 這手蘋果還沒有出新機 來第二季三星是第一名 失戰率全球20% 第二名是蘋果 好接著我們往下看呢 全部是中國品牌 對 小米 OPPO 全音 Vivo 榮耀 摩托羅拉不是了 來接著是realme 接著是華為 幾乎都是中國品牌 前十大有七名都是中國的手機 但是華為 因為現在第三季快結束了 華為逆襲成功 華為可能未來下一季 第三季華為有可能是第一名 華為會臉移效益 這次臉移 先打到了蘋果 這是後面的 但是可能把中國其他的手機 全部帶動 他比較便宜的 因為他華為的MAN60的售價跟iPhone是差不多 但是有比較便宜的那個性價比高的中國手機 會被帶動 好答案出來 這些很多都是華哥的客戶 都是華哥的客戶 小米 OPPO Vivo 榮耀 甚至有部分的華為 都是華哥 所以我們回來看六公格 這個旋骨 IC設計 華哥這個重量級的IC設計 開始出來了以後 會帶動 生態會改變 所以你看今天那個安某的IPO 說IP的股票 支援跟力旺就開始跌 為什麼 力螺出鏡 力螺出鏡 那要換華哥起來了吧 這兩個就開始下去了 但是這個做IP的愛普上去 愛普是做那個記憶體的 所以記憶體好 因為中國的手機 假如回春的話 對整體的記憶體 他十米佔七米 記憶體的需求會增加 所以我們昨天講的 琴聯威剛噴上去 你不用印證一下 八二九九琴聯 我們昨天特別提醒了 八二九九琴聯 今天突破創新高 創新高 而且爆出大量 所以我下一個簡單解錄 中國手機的逆襲成功 華哥受惠 然後記憶體 或者因此受惠 對這些也受惠 好我們發哥來投一下票 各位怎麼看 請舉牌 一二三四五物票圈 我們經常說 今年的極端氣候是一個地球 兩個世界 有的地方熱熱得不得了 有些地方暴雨侵襲洪災肆虐 那麼其實現在在資本市場 也出現了一個地表 兩個世界 中國無預警一直降息 已經是今年第二度降息了 但歐洲又要升息了 美國可能還要再升息 所以有人降息 有人升息 我們先來談中國的降息 那麼中國呢 人行為了救經濟 無預警的突然之間 又降準了一馬 那麼一降準一馬呢 就會對市場放水 2.2兆資金 那麼為什麼突然間降息呢 目的說 哎呀中國房地產慘慘慘 非常慘啊 連美銀也說 中國房地產已經被視為 是全球信用風險的 頭號來源 我們看到中國內地的房地產呢 53家建商出現 巨額虧損 累計虧損 人民幣一千九百億 這樣情況之下 不降息 怎麼救房產 對 那中國人行呢 在九月十四號 他通告 在九月十五號呢 降準一馬 那降準一馬呢 他等於釋出了五千億的人民幣 這是今年自三月二十七號以來 第二次的一個降準 當然最主要 他強調的就是希望鞏固經濟的一個 全面回升 另外也要保持 流動性的 他的一個充裕 也就是說現在市場的資金不夠 所以他把這個人民幣呢 整個弄出來 你知道很多那個建商 在中國大陸拘出現在已經借不到錢了 因為他們有三條紅線 因為這樣 因為這樣 因為這樣這三條紅線採刀都不能借錢 所以很多建商出現了資金斷裂 對 那其實目前來講 中國的一個金融機構 他平均的一個存分準備率只有七點四趴 也是歷史上最低 那剛剛你講過 雖然公佈了一個降準一馬 其實目的馬上就打臉 但是對中國的房地產的前景 從穩定 他馬上調圍整個戶項 這一條不得了了 真的大家都怕死了 但是未來六到十二個月 整個預售屋可能會減少五個百分點 另外比較擔心的就是現金的短缺 會造成的債務的違約 當然彭博那邊也做了一個調查 在全美國的基金經理人裡面 對中國房地產成為全世界 全世界頭號信用風險 這樣的一個題目 有關注的八月份是十五趴 那九月份三十三趴 裡面有八趴認為說 哇 這個事情非常嚴重 可能會造成泡沫破滅 那我們來講泡沫破滅 就是阿關剛剛講的 現在中國大陸的前五十三家的房地產 在今年已經虧了一千九百五十九億的人民幣 那現在從一億到一億以上的有四十一家 那十一到一百億的有多少 有十九家 超過一百億的有五家 所以目前中國的內需的引擎 也就是房地產 他真的出現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們趕快插播一下 因為現在中國大陸股市 在今天雖然央行 也就是中國人無預警的宣布降息 那麼對市場放水二點二兆 但好像不太好 那麼曾經一度開盤沒多久 曾經是紅盤的 現在開始出現急殺了 恐怕這個水放的還不夠 對 第一個水放不夠 第二個嚴重肉炒 因為已經來不及了 時間上根本你從過去的兩三年來講 就認著他倒 認著他的鬼城的出家 我們來看這一家石榴 這家公司不是爛公司 這家是中國的一個百大集團 而且他目前來講 他的財報是黑字不是紅字 所以他那一天在記者會的時候 當面跪下 希望地方政府 希望銀行 你維持我正常的貸款 不要回收 不然的話 任何中國的一家民營 民營的一個房地產公司 都經不起擠兌 你這樣擠兌的話 我會死 我們來看他目前的資產還有六百億 他的有息的貸款才多少 才一百二十億 六百億的資產 我欠你有息的才一百二十億 竟然這樣子 竟然被追假 你看他到年底 去年年底 他的所有的負債才一百六十六點七八億 不過一年到期的 有一個二十九點一六億的到期款 但是他的現金只有二十八點多億 就現金流不夠 我們三個報表裡面 不會有一個現金流量表嗎 那家黑字倒閉 而且二十八點多億裡面 有五點三六億是不能動的 就類似保證金 你不能動的 所以現在 哇 聲音音量說 你本來跟我借了一個十三十六十八億的那個貸款 到現在最後一筆 最後一筆七千兩百七千四百萬 我獻你在八月十二號以前全部存進來 不然的話 你所有的跟我借的錢 我嗜同全部到期 你這個就逼公 你就要主辦給他死 所以他今天跪下來 其實這家公司是可以救的 你說像如果這家公司都有問題的話 那代表說中國皇帝團 他現在在水底下的那些冰山底下的 那到底有多大 真的沒人知道 水有多深 所以現在據說有非常多的房子賣不出去 竟然在資伯 資伯之前很夯嘛 就是因為他做了一個資伯的那個燒烤夜市 所以當時很夯 不過這個夜市一退燒之後呢 現在有好多店鋪都要轉讓 所以現在 汛爛過後 現在貴於平靜了 那我們回來看資伯呢 資伯為了提振房市 現在推出了一個新的策略 叫做已舊換新 我們過去聽過手機可以已舊換新 我不知道房子也可以已舊換新 對 已舊換新 可能我們現在住股房 換一個新房 你舊的給我這樣 大家來拯救就請你舊換新車 頭好的 我給你收回來 沒關係 你台車外面買三萬 我動作五萬 但你換新車 我就價錢兩萬 意思是一樣 但是現在電話打爆了 很多人還是想要買喔 所以你就知道這個策略感覺好像怪怪的 但是好像當地目前來講 聽說民眾還蠻有興趣的 你講到資伯 資伯在五月一號的時候 那五月一號就是大休假 整個那個燒烤街人擠人 但是平常的業績是懸崖式的往下掉 所以現在很多店都要轉讓 那什麼新裝修 新裝潢 新機器 全部都轉讓 十萬到五十萬 問題是轉讓不出去 沒有那種接盤俠 沒有人那麼傻 另外我們來看 在八月二十二號的下午 在天津的新天地大廈出現了大火 那整個大火把新天地大廈整個吞死掉 出動了六十二輛的消防車 兩百八十四個消防員 那燒了一個小時 那燒在哪裡 外牆 外牆怎麼會燒 你這種所謂的那個整個大樓 二十七層的大樓 地下兩層怎麼外牆會燒 因為本來外牆規定要用防火的一些材料 結果一定是偷工減料 沒有用防火的 再來我們來看碧桂園 碧桂園現在最嚴重的就是說 他在我們上個禮拜不是講說 他有一些債務要跟債權人再做一個磋商說 我們以債作股 我未來分五年來還 那現在都還沒有結果 那現在呢 碧桂園最嚴重的就是馬來西亞新山 新山剛好在新加坡的一個對面 他有一個森林城市 那當初因為那個城市 我有去參觀過 那當初說要住四十五萬人 那最大要七十萬人 那是填海照路 那不是陸地 那完全是一條橋出去 然後整個填海照路 那填海照路 最厲害的公司就德國 那說我們也可以自己做 結果到現在十年了 已經喊了十年了 那現在只有完工百分之十五趴 那前幾天我問那個馬來西亞的拿渡說 裡面現在有人住嗎 他說沒遲過三萬人 但是現在這個問題 發生這個問題 如果碧桂園出現違約的話 現在有些律師說 我們來採用他 採用他還可以拿到十五億的美金 那這樣的話大家也多少好 所以其實目前來講像大家就看碧桂園 就從這個整個恆大之後 碧桂園有沒有問題 那講到中國大陸的人民 最喜歡吃的就是榴槤 光是去年跟前年 他中國進口的榴槤 六十億美金 一年六十億美金 我買不起房子 我吃是榴槤總可以吧 對啊對啊 那榴槤的名字 小確信一下 你知道百分之九十一的榴槤 全世界都被中國人吃掉了 那以前這個有點跌破眼鏡 我們以為榴槤最大的市場在東南亞 沒有想到 中國現在才是全世界最大的榴槤市場 中國市場佔全球榴槤的需求高達九成一 而且榴槤需求比去年同期 也就是YY來做比較的話 飆升了四倍 那麼大家就會很奇怪 很納悶說 為什麼突然間中國人這麼愛吃榴槤 其實也不是中國人愛吃榴槤 是政府買了一桃子榴槤回來 對 它當作一個榴槤外交 那其實榴槤當初新鮮的榴槤 是由泰國一家 一個國家獨家供應 那冷凍的一個榴槤 就是栽掉的榴槤是馬來西亞進口的 所以馬來西亞到現在 它雲風不動 它都沒在煩惱 但是在去年的九月的時候 又開放越南的榴槤進來 新鮮榴槤 那越南到中國比泰國更快 而且價格又便宜 對不對 泰國的金枕頭 那越南的差不多金枕頭 那種榴槤 那一過海關就到了 三天七天就到鄭州到東北了 所以價格就壓下來 你知道光是越南榴槤進去 五個月的那個銷量 打敗過去十年的冠軍王火龍果 看有厲害嗎 今年元月份又開放 菲律賓的新鮮榴槤進來 我跟你說現在三個國家 泰國 遠南到菲律賓打到這樣 歐國企刷 所以榴槤結束都一樣 但是對中國來說 這樣就好啊 因為我花一點點錢 讓你們互相爭取 以前中國在有錢的時候 做外交是幫你做一帶一路 對不對 幫你做鐵路 幫你蓋公路 幫你做水壩 現在沒錢 我們就買買榴槤來做外交 好 我們剛剛談到一個地球 兩個世界 在中國是今年已經第二度降息了 而在歐洲要升息 老師來談一下歐洲為什麼要升息 當然剛剛這個憲哥有提到 一個是降準 一個是升息 但是反應在匯率上面的話 是歐元竟然是貶值 今天人民幣是升值 所以我們看到說ECV 昨天真的不怕他們經濟非常的疲憊 那升息了25個基點 那基本上我們看到 又最右手邊的那一排數據的話 25個基點是什麼概念 因為我們一般都講幾碼幾碼 對對對 一碼是零點二五嗎 那二十五個基點是 就是一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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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CPI的數據的話 我們很明顯的看到 你看一下歐洲區的話是百分之五點三 那英國的還更高百分之六點八 這個是誰造成的 那絕對是美國所造成的嗎 所以他通膨那麼高 縱然他的經濟不如預期 他仍然得被迫升息嗎 對 所以下一波你看一下 九月二十一號 要等到英國的央行 恐怕要來一波大地震 所以我們看到 他留意 我覺得最擔心的就是日本 其實日本通貨膨脹率 他的他現在是負利率 通貨膨脹率是三點三趴 他有沒有可能 在下一次九月二十二號的時候 更改他的YCC政策 不無可能 所以整個資本市場 確實非常動盪 對 所以非得現在被迫只能等待 他守株待兔 等著說通膨到底會不會上來 我再來調整 這基本上是一個走鋼絲的一個政策 那老師你看他九月份還會升嗎 我覺得九月份 目前依照利率來看的話 機率來看的話 目前是微乎其微 但是十一月可能還會有一波 但我們看一下 從二零二一年以來 這個對通膨的貢獻 原本是供給面比較多 現在是需求面比較多 但是我看到兩個景象 會打擊到讓FED這個包兒 處境非常艱難 大家要小心美國的兩隻黑天鵝 第一隻黑天鵝 但我們看到美國石油存量 是一九八八年 一九八八年以來歷史性低 所以不只是 像OPEC還在減產 對啊減產 利比亞還在做大罪 所以我們看到美國石油 自己存量都已經來到歷史性低了 第二件事情 油價可能會再攀高 現在已經來到九十幾了 對 那另外這個是工資對不對 我們看一下 早期的時候工資 美國工資 佔GDP的百分比 他通常都超過百分之五十 現在跌破百分之四十四 所以我們再來看一下 對工會的支持率是歷史性高 百分之超過百分之七十 所以你有沒有看到今天 我們的時間點是十二點的時候 美國的這個聯合汽車工會 他告訴那個汽車的這個公司 三家巨頭 告訴他們說 如果今天是美東時間十二點 剛好是我們的中午十二點 他們現在都跑去睡覺 因為還沒有消息 他們說十二點的時候 這三家公司 如果沒有將二十趴的調薪 調到四十趴的話 我跟你說他絕對會罷工 所以罷工可能性非常非常高 所以罷工呼之欲來 我們等會兒要來談談罷工 這是可能是眼前最大的黑天鵝 馬上在今夜就要飛出來了 不過問一下老師 老師剛剛特別談到了日本 因為大家非常關心日語 每一次我來 你來我都要問你日本 然後這個時候呢 到底日本的這個央行政策 會不會有所改變 那麼日圓會出現什麼樣的變化 直接告訴觀眾朋友 現在要不要換日圓 現在要不要換美金 現在要不要做美元定存 你直接跟他講就好 其實我今天看到這個日幣對美金的話 是一四七點四七 這個這個符號實在是太不吉利了 我就趕快把人民幣換成日幣了 一四七點四七 四七好像真的不太好 對這個不吉利的數據 你是教授 這麼迷信 那美元呢 美元呢 其實美元應該還沒到 我們來看新台幣的走勢 新台幣換美元的話 到底這是不是一個好的機會呢 其實這個 現在目前我們錄影的時間 是三一點九五二對一美元的報價 美元應該還會在審 對臺幣應該會審 為什麼 因為他們通貨膨脹 所以美元會審 臺幣會扁 對 被預期出來也就是美國的通貨膨脹率可能還會再加速 可是你叫我現在去換美金 我會覺得現在很貴 三十幾 所以我是反向操作 我在賣美金 你現在賣美金 老師給了我們不錯的建議 不過老師剛剛特別談到了黑天鵝 我們來看新聞 今天晚上請觀眾朋友特別留意 今天晚上大事件 美國汽車工人會進行集體大罷工 非常有機會 有可能會大罷工 那麼這隻美國經濟的黑天鵝 很有可能在今夜就要飛出了 那麼為什麼會進行大罷工呢 最主要就是薪水潭不攏 工人說我們要漲四十趴 工會說漲十趴二十趴就不錯 還要去四十趴 所以我們看到薪酬談判現在陷入僵局 所以全美汽車工會會高達十五萬人 醜偉 為什麼這美國的工人罷工 引起這麼大的一個震撼 很重要的裡面 其中一個主要發動的一個組織 他就是UAW 那代表什麼意思呢 也就是美國的汽車工人聯合會 那他這次出動的這個要罷工的人 號稱十五萬人 觀眾朋友你覺得十五萬人 大概什麼概念 這是美國全部的汽車工人的一半 而且他這次要發動的 是有十天之多 代表這段期間 他的經濟會縮起來 至少損失大概超過一千六百多億 那在這裡面 你就會有個概念 你就知道 當他發動的時候 為什麼讓全美的企業聞風散黨 問題就在這裡 所以難怪以前我們有經濟學教授 曾經有講 美國經濟他不怕失業率 他怕的是大罷工 好我們來看 大罷工的情況 包括通用 對福特和斯泰蘭蒂斯 對 那這三家加起來 剛剛正位也說 一旦進行聯合大罷工 這個損失都是上千億美元的 對 那麼工人是要求什麼呢 工人要求加薪至少四十Percent 其實我們有仔細算過了 以工會要求是希望現在的合約 每小時十八美元 對 那麼最高三十二美元 他們希望能夠調高來到四十七美元 那麼如果從原本的調高到四十七美元 其實薪水漲不止四十趴 要漲四十六Percent 第一個他們要求要加薪 對 第二個他們要求要縮工時 他們說我一天只能做六小時 我感覺是 那是太好命了 六小時是太好命 所以他們要加薪減工時 那看來資方應該不會同意到四十Percent 所以剛剛段老師說 大罷工恐怕難以避免 因為支援說通用說 我只能加薪十八趴 這距離四十趴差很多了 福特說我加薪二十趴 好 來我們來看 斯泰蘭蒂斯呢 他說我只能加十七點五趴 所以資方願意加薪的幅度 和工會要求的幅度 現在差距越太大了 所以今天晚上 很有可能就會出現大罷工 因為這裡面相差了將近一倍 你仔細再去看一下 他要求加到四十 你現在他目前願意大應 就福特 福特 他會很擔心 你可能會覺得美國工人很要求 怎麼會加那麼多 但是我們退一萬步想 他們這三年來都沒有加薪 可是他們的CEO零很多 你真的很多電動車公司 很多新創公司 他們還在賠錢 但他們CEO零上千萬 上億美金都有 所以看在這些工人眼裡 就不舒服了 老闆娘子 我都沒有去給 同時他們也要求希望 他們的工作時間要縮短 對這個部分要求 我相信工人一定有他的 basic 但是我只能說 在這裡面的一個要求之下 他目前為止造成經濟的直接的損失 就很大 為什麼挑這個時候 觀眾朋友 我跟你講 就是因為北美現在 國際的汽車展 在那邊站 那你在那邊直接給他們看 這些公司的老闆 就會很擔心 而且我說實在 這些公司的老闆都被這個 UAW這家企業 這個組織修理 修理過 你就知道他有多厲害 那目前為止 你可以看到 如果他這個真的 這個罷工真的下去 來 我們看一下 這上面的那個 如果說你這立即的損失 光是通用汽車這麼大的 迪特律三家三大公司 直接對他挑戰 他立即會損失三點八億美元 如果是福特 他損失是三點二五億美元 而且如果是斯泰蘭蒂斯 他直接損失二點八五美元 觀眾朋友你不要以為 只有汽車大廠 他會損失 我跟你講錯了 目前為止 光是對美國 他現在這個直接的損失 他會造成至少五十六億美元 就是我們剛剛講到 至少會一千六百多億的一個損失 而且我跟你講 通膨要上來 因為你現在如果 開始舉行罷工 汽車是不是要停擺 那你汽車製造 停擺的過程當中 二手車就上來 我跟你講當年被修理 就叫做福特 當年老福特就受過 他們的一個災難 那如果他那個最後的結果 造成全面的汽車上漲的過程當中 通膨就上來 難怪會打垮經濟的成長率 對 福特過去曾經也修理過 被修理過 這是過去很珍貴的紀錄片 這是當年 福特車廠大罷工的情況 你看那些工人 哇 這個現場的情況非常激烈 對 其實你知道這個激烈的情況 這一次你知道他如果大罷工 他叫做什麼 他叫做Stand up 就是站起來 你知道為什麼要叫做站起來嗎 因為他要紀念 當年他大罷工 最成功的一義叫做靜座 這樣子的一個大罷工 那他當時修理的兩個廠商 就在這個key板上面 第一家叫做通用公司 那是通用公司 被他們這樣一鬧 在一九三六年那一年 被他搞到整個公司 全部幾乎老闆快要跪下來 跟他求饒 但是老福特不信這個協 觀眾朋友這個非常有名 我們要講福特被一家公會搞到 就是這個UAW 當時老福特說我生病生 我怕你 我就直接找了 從德州來一個很硬漢 直接跟公會對幹 那當時他們就成立一個什麼 成立一個所謂的公會的 東廠的一個組織 什麼意思呢 東廠 什麼意思 我對於這個整個福特汽車公會裡面 誰你敢直接又在那邊 底下串聯組織 我就用間諜用安全的 我跟你講最後據說是用暴力 那你知道當時它是什麼一個暴力法 從內部直接變成了擴大 變成一個全美國轟動的一個 一個世界 因為當時老福特他不是動了 那個德州來的一個很硬漢嗎 結果那一次他舉行公會的過程當中 你看就是你現在看到的歷史畫面 他公會的工人證 那個比如說那個公會組織 Leader 我正在接受你底特律新聞的一個講法 我正在跟你對談擺POSE 結果居然他們那個這個福斯 裡面的那個硬漢 他居然派人直接爆打他 當場整個頭破血流 當場在這混亂的畫面 引起全美國包括CNN 包括ABC大轟動 你知道嗎 這一場搞倒了老福特 整個老福特 最後全部讓步 你知道他當時最後的一個結果 造成福特汽車 從全美國的巔峰 直接下降 誰取而代之了 豐田跟本田 在這裡面你就知道 這個美國工人 工會一發威起來 整個美國企業也會倒 好 那剛剛我們稍微口誤 稍微修正一下 那麼罷工 很有可能損失的產值是一千六百億新台幣 我們剛剛口誤說成美金 那剛剛你也特別談到了 現在正在舉行底特律車展 這一次底特律車展很悲迷 很可能碰到了美國的車廠大罷工 所以據說很多歐洲品牌都不敢去 對 因為怕在那個地方非常的難堪 管理人要看 你上面比的說 這一次只有十五家車廠參加 我跟你講 這一次十五家真的很少 我跟你講 我們來比較 超過這一次 最主要是新舊合約要簽 舊合約出現在二零一九年 我們來比一比二零一九年 那一年他的車廠參加有四十家 現在只剩十五家 那一次他對外展示得出來 超過四十幾款 今年出現幾款 六款 不過這個講一下 這裡面這一次 不是很少的時候 車廠參加這次有個特別 居然有飛行車 這次的飛行車還就是你 飛行車 對 這個飛行車 陸空兩用 很厲害 他可以陸地上跑 也可以在天上飛 最重要是他用電動 蠻炫的 電動 他據說比直升機 比直升機飛起來還快 時間速度更好 那但是一兆要多少錢 直接講六百 九百六十萬台代表 他已經商業化已經亮起來了 他現在展示在這裡 畫面上 觀眾朋友這不是電影畫面 這是現在真實的 商業化 而且量產的飛天車 那飛天車呢 他的時速 你說他飛得比 他是號稱 他比直升機飛得快 起步快 而且飛得更遠 飛行里程會超過一百六十公里 他賣多少錢呢 三十萬美金 蠻貴的 這一次車展呢 多數是美國本土品牌參加 因為只有十五家參加 亞洲包括本田和現代 沒有去 德國賓士和寶馬沒有去 那麼今年的新車很少 只有六款 所以最吸睛的就是飛天車了 不過補充一句 你如果覺得這個部分 你再期待 他一台其實看起來好像不太貴 他大概就是九百六十萬台幣 先講明年就要準備上市 可是明年到時候真正上市之後 會比較便宜 但是要提醒大家 他是電動的 如果你對電動車跑了一半 擔心他不能跑 他要飛一天 該怎麼辦 你要想一想 我想臺灣不會買 目前為止 因為你不是 不是你飛起來就是 你就要停到哪裡去 我們請相信帶我們來看 我們從匯率談到了油價 我們談到了歐洲的升息 談到了美國的升息 談到了車廠大罷工 都談一件事叫做通膨 就未來這個通膨蠢蠢欲動 沒錯 所以孕架雪上加霜 也要漲孕架 因為巴拿馬運河現在又塞了 因為天氣太熱了 乾旱 那麼乾旱 那個水位又降低了 連孕架也要漲了 這個孕架一漲 對通膨而言 又往上雪上加霜了 對 所以觀眾朋友 其實現在有一個重點就是說 巴拿馬運河傳統 是十二月到四月才乾旱 現在幾月 九月 九月開始沒水了 那現在怎麼辦呢 你又不能繞到 所以運價短短的 可能大概兩三個月 已經漲了大概快四十趴 所以巴拿馬運河運價漲 運價一漲 整個波羅地海指數 整個現在的船運指數 就往上拉 所以你看全部的船 你看這長龍 現在塞了 在外面塞 船滿為患 你看這個船都沒有動 全部都塞在這裡 然後如果從空拍圖來看 你看多少船 對 所以表示說整個 這不是在這裡遊行 他在等著進巴拿馬運河 為什麼 因為運河的水位越低 那這些所謂的船運專家說 如果繼續乾旱 接下來的水位值會越來越低 那越來越低運價就越來越高 對 那CPI也會越來越高 對 所以說現在 我跟大家講到最後你看 這兩個禮拜另外 這是BDI 這是BSI BDI 漲17% BSI輕便型的漲74% 所以短線來說 所有的運價都往上拉 不過我提醒觀眾 這是巴拿馬的運價 你說這個中國的 這個上海集裝箱指數 漲得不多 所以現在是怎麼樣 中國景氣不好 對 所以大跟小來說 這種大船貨櫃今天很強 我認為當作指標 它是一個指標 但是真正有需求的 不一定是貨櫃 而應該是散裝 但是航海王 會不會在一起風雲 大跟小來說 這種大船貨櫃今天很強 我認為當作指標 它是一個指標 但是真正有需求的 不一定是貨櫃 而應該是散裝 但是航海王 會不會在一起風雲 有可能 因為在航運股上 賺過錢的這些水手們 都很期待 有沒有機會 航海王再漲一波 阿官這樣說好了 今天長榮 他們等很久 接近漲停 拉大漲 那最後8% 然後新興漲停 對 然後玉米一度漲停 那我們來看到陽明 萬海通通大漲 對 所以第一個我們先來看長榮 260上的長榮 盤中價格是往上拉 沒有錯 但是沒有所漲停 那各位來看 他的日K線圖 這邊是非常漂亮的突破 底部橫盤之後突破 好我先跟大家講 他的所謂的營收有沒有上來 有 漲6% 營收有上來 那基本上我們說了 接下來的重點就是說 下面如果幫我放這種所謂的 幫我放外資 下面要放外資 對下面要放外資 看看外資到底有沒有買 對 基本上外資從昨天開始 就已經開始買了 這昨天 外資好厲害 先買 因為外資知道幫他買 這塞出來 認為 所以今天所有的貨櫃漲 昨天先買了 所以昨天買今天漲 今天外資買 所以這個有連續行情 所以大家特別留有 這個連續性的行情 就會什麼 繼續往上拉 那第二個幫我換成是這個投信 好 來 投信 我們也來看一下 外資買了 那麼到底投信有沒有買呢 因為這個有記憶作帳 對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裡會不會漲 會 但是對貨櫃來說 一樣 他可能行情就什麼 一段 可能九月 漲到九月底 那假設不塞港 不塞船的時候 他的行情可能就會結束 因為對於貨櫃來說 今年拉貨的狀況沒有那麼好 可是大家聽說 這樣就沒去 沒有 我看會比較 來 我們回到六宮格 好 我們再回到宮格來看 東河的下面 新興 玉民 四維航 我跟大家講 這散裝了 這一波包含鐵礦石 這些有色金屬大漲 煤炭 中國煤炭大漲 所以下面的散裝的需求 是真正的有 所以包含新興漲 玉民漲 四維航漲 我認為這個就比較有機會漲 真的 那昨天有先漲一檔 叫做會KY黑洋 2637 那看一下 你看 今天沒有漲對不對 昨天拉長紅 今天十字線 對 那下面呢 你幫我放外資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投信有小量 買超 所以說我的意思 有沒有 買這麼多 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也是突破 所以等於現在來說 就怎樣 投信外資通通都在買 這種散裝匯輪低檔突破 而且大家去看會陽 基本上他的這些所謂的年收 年收還有這個所謂的EPS 這個激增 基本上都是什麼 優於所謂的貨運貨櫃輪 所以我認為散裝輪應該是比較好的一個標準 好 投一下票 到底航運股這時候能不能做多呢 我想很多水手都等很久了 好 那你們一波大行情 請舉牌 一二三四五 物票圈 好 現在時間已經來到晚上十一點多了 今天又是週末 我今天自己想聽的 其實是外星人的故事 因為這兩天新聞真的很熱 我們來看一下 過去外星人 只有在一些綜藝節目 對不對 或者是關鍵時刻會講 那當時大家都說是傳聞傳聞 是傳聞 但現在已經有官方 來 官方是誰呢 墨西哥國會 官方證實真的有外星人了 現在不是保健哥的節目了 現在是真的墨西哥國會 人家已經公開了兩具外星人的屍體 而且呢 其中有一具外星人的屍體 腹部還有三個卵 三個卵的意思是三胞胎嗎 據說他可能是懷孕了 所以公佈了外星人的影像之後呢 全世界大震撼 因為墨西哥國會已經直接告訴你 就真的有外星人 這時候老美還能夠沉默嗎 疫情都不來講 老美呢 也只好表態了 我們來看就在此時此刻 NASA宣布任命一個新的UFO 就是飛碟研究負責人 如果沒有飛碟 你任命這個負責人要幹嘛 他整天都要打棒嗎 對不對 就表示真的有飛碟存在 才要任命新的飛碟研究負責人 對所以說我說 其實不是只有看電影 包含我們說的Area 51 就五十一區 基本上在美國 原來是真的 原來不是只是電影 我跟觀眾朋友講 其實小時候我們看外星人 會覺得好像很恐怖 但是大家想一個重點 我們現在都要去火星去探測了 那全宇宙這麼大 有沒有這個宇宙的其他生物 會不會來臺 來這個所謂的地球探測 所以你是相信有的嗎 我相信有的 我想投一下票 大家覺得到底有沒有外星人 投一下票 覺得有嗎 如果認為有的給圈來 五票耶 好 那我們來看五角大廈講話 五角大廈也是官方 我們回到新聞 不只是NASA 他現在任命了一個 專門負責飛碟的負責人 現在連美國五角大廈都說 好了 既然墨西哥都承認 那我也承認好了 他說外星人呢 會派探測船來研究地球 所以五角大廈等於承認 外星人確實有派過探測船 來過地球 所以外星人真的存在 我們看到墨西哥國會 公布的那個畫面 對 他那外星人很矮小對不對 頭大身體小 據說只有三個指頭 三個指頭 然後頭大身體小 你看公布這個 我看到這個畫面 他有金屬對不對 身上有金屬 我看這個圖 我認為呢 包含我們之前對ET的想法 就那個Steven Spielberg拍的ET 為什麼 因為墨西哥說公布他 他說這是一千年以前的 不是現在 這是等於是化石 你想想看 你那一千年前就有探測船 可以來地球了 對 在印加帝國 在印加帝國 這個出土的這些化石 你看這化石 怎麼不會騙人吧 只是之前都不要 都沒有在國會上 來做這樣的一個聽證 這是之前都是傳言 對 這是聽證會 直接拍出來 所以大家知道 這一次的這個 所謂的一個兩具這個外星人 第一個是說 他是印加帝國一千年 第二件事就是剛才阿關講的是說 裡面的腹部有三顆蛋 那三顆蛋其實不是蛋 他是特有的金屬 叫做一個金一個我叫鵝 這個金屬在地球 其實幾乎是沒有 所以他那個 所以他身上有鵝這個金屬 對 他這三個金屬在肚子裡面 然後是在化石裡面 那是三個金屬還是三顆蛋 他的蛋就圓形的金屬 那像蛋一樣就圓形的 所以他不是懷孕 不是懷孕 他是金屬 那你如果說 要把他說那個是 這位媒體說他是懷孕三胞胎 對 他是金屬 他等於金屬 搞錯搞錯搞錯 對 所以說其實基本上 我們認為這就不是地球的生物 那不是地球的生物 當然是外太空來的 所以墨西哥說這樣的一個部分 基本上怎麼樣 要繼續的研究下去 所以NASA才說 我沒有辦法再掩蓋了 開始什麼 也只好承認 不然那五十一區怎麼回事 你不跟人家講清楚 你讓我們那個航道 都不能經過五十一區 都要繞路走 因為都不讓人家看 所以說這其實從五到今後 我認為電影演的 絕對都是真的 只是說什麼時候去體現出來 可是在美國 我告訴各位 以前的媒體可能比較好封鎖 現在YT這麼多 隨便拍一拍就上傳 隨便五月一號 在Vegas 就在拉斯維加斯的民眾就說 有這個什麼 有這個外太星的太空這些撞擊 撞到我家後院 撞到後院之後 他起來看到外星人 外星人就像圖片描述的這樣 這是後面去查的 這報警 但是據說這個外星人 跟我墨西哥國會看到不一樣 他很高大對不對 他大概有 撞到後院之後 他起來看到外星人 外星人就像圖片描述的這樣 這是後面去查的 這報警 但是據說這個外星人 跟我墨西哥國會看到不一樣 他很高大對不對 他大概有三公尺左右 三公尺高 也要進化嘛 那個是一千年前 現在這個已經是一千年後了 所以他說有三公尺高 像左邊那張圖 說不定是不同星球來的 而且他講到一個 我覺得真的是 大家特別注意 我覺得真的是蠻相像 這個就要講到另外一部電影 叫做ID4 我們說ID4這部電影 Wilm Smith開飛機去打外星人 裡面有一個重點 跟他講的很像 就是說他說這個外星人 在走的時候 用意念控制他 讓他覺得好像萬馬奔騰 我認為這就是什麼 心電感應 他在講的就是 不是我講的 你現在講這段是電影嗎 對不對 不是真的嗎 他講的這是真的 這是Vegas的這一個人講的 他說就像用這種 所謂心電感應控制他 他就覺得好像萬馬奔騰 所以他當時就走不動 可是奇怪 他也沒被抓走了 那他講了這個之後 基本上誰又出來講了 美國國防部的說 又出來講了 出來講了 沒有錯 真的是有外太空的探測船 物理小船 我先跟大家講 我們現在都有無人機 然後無人的太空船 去什麼 去探測這些火星 所以這個所謂的 美國的國防部就說 外太空 外星人的探測船 也有什麼 也有這樣的 無人的 對 那類似那種很小的普攻因 就很小很小 被他們抓到這種有機體 那這個他就覺得是 可是他說 大部分 因為這樣子看了 覺得很驚奇的民眾 所以打電話去爆 95%到98 都是看不到 所以大部分都是看錯 還是有很多看錯 所以說什麼 有客機 微波爐的微波天線 就微波 第二個是什麼 氣球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 反過來有2% 他就沒有承認 所以他說 那這樣講2%搞不好就是真的 他也沒有承認